她的爱伴随着阴谋与死亡的味道 像一杯毒酒 却又甘之如意 第七十七集 就在此时 从处园里传出来 清雅空秒的琴声 琴声虽淡 可其间的哀伤悲怯之意 却好像绵绵丝线 无有断绝 听着那琴声 处于才迈出去的脚 又收了回来 转问那少年 是谁在弹琴 那少年抿了抿嘴唇 是一位客人 在此怀念故人 处于呆了一呆 顿时想到什么 便抬手朝那少年一衣 可否带我去见那位客人 那少年愣了一下 正要拒绝 忽然间处于驱上前来 十分麻利地朝他手里塞了件东西 少年一看 却是一粒鸽蛋大小的明珠 处于十分熟练地送上贿赂 抱以温和的笑容 我听见那琴声 认出那位客人 也是我相识的 只是他如今正在弹琴 不好打扰 只请这位小兄弟 带我去见他便好 少年握了一把 躺在掌心的明珠 温润的触感 令他心间发颤 没想到这个看起来跟我一般大的客人 竟然出手这样阔绰 一颗明珠 鸽子蛋大的明珠 那么 我紧跟着看着 这客人也不会出什么事 少年想到这里 咬牙 点了点头 好 我带你去 少年才转过身 处于默默地跟着少年 往处园内走去 面上的笑容 冷淡下去 自从第一批 我亲手培训的侍从 被鹤爵一把剑杀了个金光后 临时换上的这批 素质差了很多 裁一颗珠子就给收买了 要是再多给些财物 只不定能让他做什么呢 这条道 处于其实比少年更加熟悉 几乎是踏着少年的脚步 往前走 走着走着 又忍不住笑了起来 哼 我竟然还需要贿赂自己的下人 偷偷地进入自己的家中 真是可笑 少年带着楚越走入竹林 那琴声也越发地进了 健康城中 除了消别 无人可弹奏出如此动人的琴声 可是此时的琴声 比我离开之前 似乎有多了些什么 倘若有懂情的人在此处 会赞叹消别的琴迹 已经脱离了最后一丝降级 真入了至高的境界 又走了一会儿 竹林角落的一片空地内 出于看到了弹琴的人 果然是消别 听声是声 听水是水 听琴 还是琴 琴为心声 楚越没有上前打扰消别 只是站在不远处静静地看着 消别盘腿坐在地上 坐姿并不十分端正 她面上没有表情 修成的手指轻轻地拨动琴弦 让心中的哀声 一层层地扩散开来 弹着弹着 消别似有所觉 忽然抬起头来 目光正被凝视着她的处于 为发觉了到来 处于自然而然的 冲消别微微一笑 而消别却是一下子呆愣住 手下一个用力不慎 声声地勾断了一根琴弦 琴声就此终止 琴韵却一直回荡在竹林中 仿佛久久不曾断绝 小别愣愣地看着处于 好像此生第一次看见她一般 过了好一会儿 她才回过神来 低头看了眼断掉的琴弦 我这琴弦 已经是第三次为你而断了 初遇见过小别 并与她一道离开处园 两人乘上马车 坐在车内 小别定定地望着她 目光一转不转 处于专重没有注意到小别的目光 转头去看车外的风景 好一会儿 她听到小别的声音 你不在的褪色 这一句话便将处于的心掉了起 它皱了正眉 这是必然的事情吧 我一下子离开了这么久 还是被人劫走的 不管是府内还是柳子月内里 都肯定会发生命 听小别的语气 似乎并不认识 不管是小皇帝又杀了哪个亲人 不都能承受住 说吧 小别想了想 垂下眼眸 因为你遭人 陛下 全局 同时你半个玉子远的吗 男人身份不发展 等了一会儿 没有等到楚玉的回应 小别有些奇怪的抬眼 却意外地看见 楚玉神情沉稳镇定 眼中甚至还带着一丝笑意 像是吼着她继续说下去 怎么的确实 担心楚玉是强作效益 消别安慰到 其实此事知道的人并不得 只有昔日与公主交往的士族公子们之行 他们各自将此事压了下去 胡罗赛病公主所赠予的 茶叶和善德 并无太大的攻击 消别 必重就轻 并没有说出造成这个结果的真正原因 之所以这件事 只被压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 是因为那些贵族子弟 都不愿意让人知道 他们曾与山音公主有过交往 但是纵然 消别没有说出 处于心里 却如何不明白呢 他轻轻地痴笑一声 他们不屑于本公主来往 难道本公主 又看得上他们诸多不诚 不然 士族之中 有如王一芝那样 令人心折的贵公子 可大部分 都是平庸无聊之辈 处于现在有了更好的想法 士族这条路 断了便断了 他也不是十分在乎 至于他人保贬 与他而言 更是过眼浮烟 先莫说他不是真正的山音公主 就算他是 只要自己过得自在 又何必为了别人而影响自己 挥了挥手 处于便让消别不必再提此事 这些琐事不必去理会 我不在的这阵子 公主府上 有没有什么动静 消别看了处于一会儿 才慢慢的 活大半时 留在楚南海 并不早也会外走 公主如是想知自家情形 马上便会追求 一会儿 遥远 也是 提前从别人口中得知 和自己亲眼看到 也不过就是早晚的分别罢了 不过 消别那个腔调 怎么好像有点奇怪便意 当马车渐渐接近目的地 处于依然忍不住有些紧张 可是他下车着急 胸口澎湃的星巢 刹那间 被视野中所瞧见的景象 冻得冰凉 只见公主府门口的树下 几只白帆 迎风招展 门上又挂着白莲笑蔓 这般白设 显然是公主府中 有人过世 处于顾及多想 便直奔向门口 随便朝一个守门户为问 我说是谁去了 刘子叶的脾气有多暴躁 我是知道的 而对我有多么依恋 我也是知道的 我就在公主府门口被人劫走 刘子叶知道 圣目之下 难保不会牵怒府上的人 难怪小别刚才不处实情 我说 我说究竟死了多少人 处于越想越惊怕 也顾不上守卫 看到自己的眼神 像看到了鬼 越过他们 便直朝府内走去 小别跟在他身后 冷笑一下 也跟了上去 一路在公主府内行走 只见各处巫舍 几乎处处都挂着白饭 而见到他的仆人侍从 无不呆愣立在当场 一个个都双眼圆睁 嘴巴大张 硬是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处于没闲心搭理他们 容只可能无法活着回来这件事 一直压在他心头 此时又看到这番景象 府内的那些人 不管是还原还是流丧 甚至柳瑟 又蓝 这些与他曾经相处过一段时日的人 哪一个死了 他都不能轻易释怀 前方几乎完全被白饭 桑曼给盖住门口的大厅之中 传来隐约的哭声 处于心中一痛 原本就急步行走的双脚 直接跑了起来 他穿过被风吹起来的树道桑曼 冲进被改造成灵堂的大厅 厅中围着一圈人 几乎个个披麻带笑 听见有人闯入 其中一人转过身来 目光却在触及处于的时候凝固住 整个人像是中了定身法 如雕像一般呆呆地站着 最先转过身来的人是柳瑟 他瞪大一双漂亮的杏眼 十分恐惧地看着处于 过了一会儿 其他人也跟着转过身来 看见处于都是齐齐的一呆 还原 流僧 阿满 月结飞 柳瑟 花作 还有又蓝 大家基本都在 除了神情伤心憔悴之外 似乎也未曾遭到什么虐待 就在这个时候 许多人风一般地冲进灵堂 几乎要把处于给挤到了一边 都是府上的侍女护卫什么的 他们一进来 便纷纷朝还原喊 花公子 公主回魂了 花公子 公主回魂了 公主变成鬼魂回来了 还在大白天里 先生一定是很厉害的 厉害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授权 取音镜子监制 多人演播的 大型古风穿越小说剧 凤秋皇 楚瑜站在一旁 听得直翻白眼 他现在算是明白过来了 感情这灵堂是给我设的 我这一路上走过来 之所以大家都反应诡异 是以为看到了我的鬼魂 都给吓坏了 这群没文化的孩子 现在我站在这里了 你们总该明白我没死了吧 还没等楚瑜开口 柳桑忽然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他扑过来抱着楚瑜 公主 你是来带我走的吗 你死了 我活着也没有意思 萧别缓缓走进来 正瞧见这一幕 嘴角翘起一个 不知道是不是笑容的弧度 感觉好像是在嘲笑 楚瑜脑子里崩的一下 真希望自己就地晕过去 一番解释后 楚瑜让大家明白 他是个大活人 这才总算安抚了因为 白日回魂这一灵异事件 而鸡飞狗跳的公主府的个人 大家各回各家 该干啥干啥去 依然留在灵堂里的 是原本就在此守灵了几人 以及才进来的消别和楚瑜 门口遮挡着的白帆 已经叫下人给拿去 灵堂中央摆放着的 两只黑漆棺材 孤零零地躺着 此时竟是没人去理会了 看着灵堂内 东一道西一道的桑蔓 楚瑜忍不住有些好笑 哪里能想到 我回来的时候 迎接我的竟然是 自己的葬礼啊 这也算是一次 新鲜的体验吧 知道自己犯下了多大的失误 还原等人 各自沉默不语 楚瑜也不说话 只有静静地等他们先说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还原缓缓的 回来就好 他嗓音温厚唇和 目光真挚柔软 楚瑜被看得心中一热 忍不住微微一笑 是的 回来就好 萧别站在距离门口 最近的地方 也是距离还原等人 最远的地方 他的目光 扫过穿过 蚂蚁校服的几人 嘴角冷翘的一勾 展催和奇催 古代办三世的时候 有一种制度叫做五服 以丧服来表示 亲属之间的远近尊卑关系 分为展催 奇催 大公 小公 以及司马 还原现在身上所穿的 是用极粗生麻布为丧服 不逢衣旁及下边 乃是五服之中最重的一种 服期三年 也就是说要守三年的丧 还原人生的俊美如玉 虽然穿着这样的粗布麻衣 宽大的麻布衣袍笼罩下 也是极有风姿 他的脸容清减了不少 眼神郁郁中含着隐痛 却在看到楚玉之后 从沉寂里 重新缓发出生级 柳瑟刘丧等人所穿的 从齐催到大公 二三等丧服各不相同 扶丧期都比展催要少 只一年或几个月 虽然自己没死就被人办了葬礼 这一点很让人哭笑不得 但是楚玉却可以感觉到其中的心意 还原他们都是在以家人的身份为我守丧 是啊 回来就好 有这句话 这些人 已经足够了 我曾经以为自己失去了家 没有家 可是这里 这些为我穿上一身粗麻的人 就是我的家人啊 是 我有家人 若非现在人太多 而是我一个人独处 只怕我现在就要流下泪来 不管我是不是山音公主 不管我是不是千年之后的楚玉 有人为我这词 已经足以令我敏感 楚玉心潮涌动 眼眶发热 但面色却依然平静如水 在眨了眨眼睛后 他露出一个笑容 把这些都撤了吧 我还好好活着呢 不用招魂了 再招也不过是把人招来而已 还原 你随我来 公主 公主不要丢下我 还原还没应声 一旁的流丧又扑了过来 他用力的抱着楚玉的手 看那架势 好像死都不肯放开 楚玉试图抽出手来 可是他才一用力 刘桑立即哭了起来 公主太坏了 这么久都不可理睬我 一下子失踪那么久 害我以为你死了 现在回来后 你又把我憋在一旁 刘桑眼睛的情况 是众人之中最糟糕的 两只眼睛肿得像核桃 红红的极是可怜 楚玉被他哭得手忙脚乱 联盟小心安抚 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而且我也不是故意撇开你 我是找你还哥哥谈正经事啊 骗人 骗人 公主是骗子 你压根便是嫌弃我年纪小 不能帮上你的忙 才不理睬我的 我已经不小了 你变不了我 她的声音哭得沙哑 从前那种脆脆的 有点嫩的声音 如今好像被沙子磨过一般 让楚玉好生不忍 楚玉拍了拍流丧 把在自己手臂上不肯松开的手 你一定要的话 就一起来吧 一听楚玉这么说 刘桑立即又破涕微笑 眼泪还挂着小脸上 眼睛却已经笑得几乎看不见了 楚玉又看一眼她红肿的眼睛 丰富又懒去打一盆凉水 紧持毛巾 来给她先放在屋子里 她和桓远谈事情的时候 要让这小家伙冷敷一下眼睛 这么肿着可不好 抬脚要往外走的时候 一条人影无声无息地靠了上来 今天的小说就为您播讲到这里 想要收听镜子的更多节目 请在喜马拉雅关注取音镜子 感谢您的收听 记得评论点赞 给我们动力哦